设备就像一部小型的医院 投入各乡症医疗保健的工作 缩小沉箱差距 在这个检查当中 发现41位的乡亲 透过医疗车X光的摄影 发现有异常 另外有4位是疑似 及1位是确诊的TP个案 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诊治 另外就是卫生福利部 远期健康照顾计划 我们在104年的8月 到今已完成全线13个乡镇 60处的生理量测服务据点 并提供了428位独居长者的 居家照顾的服务 透过云端的照顾系统 但相信在熟悉的社区 与居住环境中 也能获得完善的医疗照顾系统 提升医疗资源缺乏地区的 医疗照顾的品质 另外在这边跟各位议员 女士先生报告就是 本局在全国各项的竞赛考核中 荣获多项的大奖 一共有21个大项 104年地方卫生局有保健业务 考评项目有6项的大奖 就不足以再做报告 第二就是荣获104年 健康减重全国极有奖有9大项 另外就是2015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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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阿嬷动起来 全国发表会 荣获微笑的洋溢奖 另外就是荣获卫生福利部 国民健康署104年 整体烟爱防治工作 基优成效第一名 荣获全国部落健康营造的行销奖 荣获104年第7届健康城市 及高龄友善城市 健康城市创新成果奖的清劳奖 那也非常难得 在104年 地方卫生机关的业务考评成绩 花莲县卫生局 荣获综合奖第4组的第一名 104年奖励第7政府 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方式的 方案的计划 基础足底奖 遗嘱我们得到优良奖 这是有1400万的奖金 那另外就是率从全国之先 推动长者清善城市计划 本县长者健康促进计划 从100年起就做到现在 共计有推出106项 长者清善城市的子计划 内容包括 旗舰版的免费健康检查 长者清善商店 规律的运动 居家安全检测及改善 事故伤害防止 高血压防止 点花蜿草 原液治疗等 既贴心又问心的计划 104年新增远距健康照顾服务 以强化医疗资源缺乏 社区的长者的慢性病 高血压 糖尿